電子教育中其中有些功能 譬如一些動畫或者一些片段 色彭的apps、十進卡的apps 或者一些AR的apps 亦都可以幫助同學在學習的時候有興趣 而且他們更容易去了解那些題目 我們根據一個題目 題目指揮有十三個橙 四個螢幕 現在你看到有兩個長方形 你覺得長一點應該大嗎 大三 現在又拿你的手指 將橙移上去長這個長方形 看到嗎 OK 好了 那我有個問題 如果我不小心移錯了 把橙移上去旁邊 短一點的角長方形 那怎麼辦 你會看到這些嗎 有個紅色邊邊出來 對不對 這樣代表什麼 做錯了 即是說不對 你看到紅色邊邊在這裡代表不對 所以記住 我們把橙移去右邊 就是錯了 我們移回去大一點 OK 好 那蘋果移去哪裡 斷 短的道路 是不是 一起移路 24排在哪裡 吃什麼 紅蘋果 上面 26排在青蘋果的樓上 好 蛋黃 人工 色彈的運用 好容易讓學生去處理到 因為他們覺得用色彈比寫數字十三加四 如果用色彈就會很容易知道誰代表十三、誰代表四 他們計算起來的時候就沒有一般用紙筆計算那麼乏味 步驟問,加十位的數,加過位的數 然後就變成二十一了 看見到嗎? 直接看見到嗎?已經做了答案出來,二十一 這十幾卡就可以逐個數,逐個數我們這樣加 很容易就算到這答案 我喜歡的,我喜歡的巴士 我拍的照片很神奇,很特別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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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